慢力肿手术后,是否一定会留下疤痕? 张华,西安市第四医院,颜科,主任医师 这个慢力肿它主要是内切口呢 就在结膜面的,这个看不出来 外切口呢,就是外慢力肿要从外面切呢 把脓排出去以后 它刚开始它会形成一点痕迹的 时间长了,斑痕软化了 一般看不出来 因为它是平行于简缘切的 它是皮肤走形切口 所以说看不出来 主要还是就是说,要注意用眼卫生 尤其化妆啊啥,这都会影响 再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说 经常长慢力肿和散力肿的人 最好到医院来查一下 有的人是满虫感染,也会造成 专家提示 一,慢力肿主要是内切口 从外部看不出来 二,外慢力肿要从外面切 它刚开始,它会形成一点痕迹的 时间成了就看不出来了 三,慢力肿要注意用眼卫生 四,如果经常长慢力肿和散力肿 最好到医院来查一下 放入那里边肿主要是闭口 三,慢性肿据 五,慢性肿 三,慢性肿 三,慢性肿 五,慢性肿